中方海警连发三次警告 菲律宾南海人爱交一再碰瓷挑衅 究竟想要干什么 菲律宾擅闯中国南海恶意挑衅这件事不稀奇了 稀奇的是在当下国际形势如此动乱的 今天菲律宾还能坚持不懈的给中国添堵 这就稀奇了 仅22号一天之内 中国海警就菲律宾运输船和海警船擅闯人爱交这事 连发三次警告 有些人问菲律宾如此恶劣的行径 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重拳出击打掉它的牙呢 倒不是因为别的 菲律宾现在还真是有点像那种职业碰瓷的 车一靠近就躺地上了 咱们举个例子 最近我国护卫舰在中叶岛附近的海域 发现了菲律宾的灯物舰本格特号 于是我们就派了军舰在本格特号周围进行拦截 结果菲律宾方面就把这个事扭矩成 我们菲律宾日常海上作业 结果被中国政府发出了死亡威胁 把这个信息投放给全世界 有点离谱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 一动不如一进 说菲律宾碰瓷除了行为上 还逃不开一个基础的现实问题 菲律宾自身海军实力确实是有点弱 要知道菲律宾派出的本格特号 尽管它体型大 但是这件都已经八十多岁了 老伙计了 所以真的动起手来 菲律宾的状况有多惨 也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军方是老实的 媒体那就可以造谣了 当下西方国家巴不得中国出什么岔子 那至于真相 他们不会在意 但是还是要做足 有理有据的表面功夫 正因为深谙这泡嘴脸 所以我们每次都按部就班的赶人 然后上传完整的录像告诉国际社会 责任全部在菲律宾一方 当然对于菲律宾一而再再而三的寻衅滋事 我们也不可能一味的只有警告 情节严重的势必要采取措施 但那个时候菲律宾受到的 可就不仅仅是军事制裁了 你看菲律宾现在是对南海属于有贼心 没贼胆更没实力 基于派各路老弱病残 带来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危害 所以这个行为的背后纯粹就是菲律宾在自娱自乐 菲律宾总统现在是一位亲美派 而想要稳住他的宝座 明显就要有更多的亲美举动 同时我们也忍不住要思考一下 菲律宾如此丑人多作怪 难道是真的有想挺进南海的作战计划吗 那么这背后是否有美国人的支持呢 毕竟美国亚太地区的战略主打 就是一个地缘的矛盾 现实案例就是日本印度菲律宾 这几个近年来在我们国家海域 还有边界上作怪的小丑 但是我想美国人对于小马克思的态度 与其较支持 我觉得不如叫指令或者是授意他 万一菲律宾在南海把事情闹大了 美国你说是派航母舰队来助战呢 还是仅仅表示个强烈谴责呢 要知道菲律宾这个小朋友身上啊 能够唠叨的好处实在有限 跟日本印度相比太少了 美国他是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 小马克思呢 对外作秀 自家也没闲着 你看啊 最近他也是兴冲冲的搞改革 还消耗了400亿来解决菲律宾人温饱问题 然而这些举动也不能掩盖一个事实 就是菲律宾国内现在有点混乱 所以他靠这些碰瓷的行为 把矛盾转移向外面 就在前两天你看 菲律宾前总统多特尔特公开爆料了 说有一笔秘密资金正在转移给军事部门 以平息菲律宾国内的叛乱分子 未来啊 甚至说是有可能在菲律宾国内爆发内战 不得不说啊 菲律宾现在内外堪忧 内在的政治风暴也马上到来 我们看啊 接下来菲律宾还会做出什么药